我就是很早 本来我等于就是在创作的一开始 是写一些小散文嘛 其实小学二年级的时候 在课堂上面写的作文 就被老师说带有一种诗情画意 然后就拿去学校的照刊去 就算是发表 然后给我很大的鼓励 然后那个老师还跟我说 你可以去那个总务室去领稿费 然后我就领了我生平 第一笔稿费就小学二年级的时候 然后我去那个总务室里稿费的时候 老师还说小学生可以不用笔名 我说什么叫笔名 因为我名字一若分就太像是一个笔名了 是的 是的 对 特别浪漫的一个名字 是然后还有人说 是不是你这个家里面大人 喜欢看一些言情小说 怎么觉得这个特别的诗情画意 然后我就觉得写作 包括写诗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 但是写到一个程度的时候 有时候会觉得写作的那个动力不如脑力 脑力非常非常的活跃 但是动力不太够 觉得到底要不要写 然后或者是写出来之后呢 自己的心力又不够 或者心力太大了 但是写出来又不一样 这种脑力动力心力之间的那种不平衡 让我觉得写作这件事情又快乐又痛苦 又觉得 痛病快乐者 对 真的痛病快乐者 然后后来有机会看到一部科幻电影 他讲到说有一种机器是可以帮你 像这个许愿池一样 你跟他说了 他就帮你写诗 这就是后来的AI 我后来发现 但当时我完全没有概念 我说有这样的一个辅助我的 好像就是一个神灯里面出来一个神一样 然后我跟他许个愿 然后他就可以把我的脑力心力 跟我的智力啊动力 全部都融合在一首 我觉得自己很满意的作品当中 真是太好了 然后就开始在想 有没有这种所谓的旁门左道 然后就开始注意到了 就开始了